外资本周大卖千亿 会不会压低结算 吓得吃熟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华信投股 谢文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外资本周已经卖了台股 将近千亿了 不过今天台积键回神 台股是有占上16200大关 那老师现阶段盘是要怎么观察呢 好的 那么基本上看到外资 每天唯一的方向就是卖 甚至去年卖了6000多亿 然后今年的一个 所谓第一季已经卖了将近 我预估大概有高达 就有2000亿 可能大家吓得屁股尿流 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 其实如果说你看外资的 夜水方向能够赚钱 你去年也不会被嘎到外太空 外资去年狂卖6000亿 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 我在跟他有强调 你主力心态的夜水重要 就像你仔细观察 这个礼拜二 今天礼拜五 礼拜三跟礼拜四 它已经出现很大的夜水差别 等于说在礼拜三的时候 当时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夜水空 简而言之 它从礼拜二空 礼拜三继续做加码放空 就你知道礼拜三的夜水 PM盘杀到一个所谓脱裤子 结果礼拜四 当心态再一次游空 因为我只相信主力 我不相信外资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尤其我在你们的Telequin里面 我真的都有贴 就当心态再一次游空转多 就昨天台北股市 有没有出现止跌讯号 就今天主力心态多 它在网上做一个攻击 那只是说 现在外资 它所面临到一个 所谓尴尬的点 在于哪里 很简单 你仔细观察 不管包括废半 不管包括纳斯达克指数 其实它的均线 这种一个标标准准的盖头反压 跌破季线 可是有时候大家不要看衰台湾 台湾有时候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领先指标 简而言之 主力心态已经连续两天 都是个标标准准多 所以说它会诱使 费半指数往上拉 老师你讲正在讲 这件事情我在盘中连线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被主持人吐了很多次嘲 结果证明事后是主力作手 对是我对了 所以基本上的话 费半指数的空方法 麻烦抄起来 很好记哦 就是3006金毫克 要把汤汤打果标准好了 如果说明天早上起床 你看到它收大于3006金毫克的话 基本上外资礼拜就会狂买 那你说老师主力 有没有可能夹息归欢禁 也是有可能 可是我说过了 主力作手操作 是架构在架的观念 2846绝对不能形成跌破 那加卷股价指数就很有趣 你可以看到今天OTC指数比较弱 结果子弹又跑到加卷股价指数 又跑到指数去了 所以基本上加卷股价指数 我只看16224的空方法 如果今天能够收上空方防守价 然后再配合着 配合着一个所谓的备办指数 收上3006金毫克的话 基本上礼拜台北股市 就有戏可以颤 那同样上跪指数的空方法 都在201.92 那基本上上跪指数已经横盘 非常非常久 两个礼拜时间 如果上跪有上跪期货就好玩了 你看到红色就放空 你看到黑色就做多 因为每天一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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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超级无敌简单 也很好玩了 可是就一般投资朋友 可能被搞得快往生了 因为现在我讲坦白的 电子股的信赖区间超级无敌低的 都是这样盘中拉一根 就像你看 礼拜三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25的全新快拉到涨年板 收最低 收最低 然后昨天8261的副顶 人家都要MOSV大涨价 往上急拉之后又 又爆下来了 所以说电子股的液水操作 不会因为OTC指数在高档震荡 然后就变得很容易 所以说你操作要越来越有 一个所谓耐心 还越来越有个方法 就像礼拜二 其实面板族群 我们也讲很久了 果不其然 我们看到面板族群 它创新高 可是现在难在哪里 你知道吗 目前外资 针对面板的部分 它是大卖 头线的部分 它是大卖 那我是觉得说 基本上有一个点 为什么现在电子股 从来就掉下来 基本上现在的液水水库 真的很麻烦 很麻烦 那你说现在很多建商 他会把所谓的 他所抽取的地下水 无偿提供给足科 可是问题地下水 没有这么样的多 那如果说你要挖新的井的话 在环瓶的部分 根本不会过 等环瓶过关之后 很抱歉 也缓不继继 所以说建议大家真的要节约用水 这是为什么 我个人一直想一个点 为什么外资就是一直卖 因为他赌台湾今年是空煤 他赌 就是赌博 就像我有些朋友 他现在每天都在买水资源概念股 就买一张买一张 你们是买台店 他买水资源 那我说你为什么要买水资源 你怎么看衰台湾 他说不是 就是赌博 也对 如果说没有 真的老天一定要好好保佑台湾 那我还是老话一句 不管有没有水 你还是要看月官面价 那今天的节目很重要 麻烦都要截图 目前群传的月官价在18.47 如果18.47形成日线的夜水跌破 我就要出场了 那同样的台积电 来自于联电的夜水部分 基本上他们目前都是均线盖头反压 而且联电的夜水部分 他比较诡异 你喜欢做联电的投资朋友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投信的筹码 因为现在联电他所炒的题材 就是来自于一个说爱斯摩尔 他不下单 他进单给那个中心 那问题到底爱斯摩尔会不会接受美国的规范 因为爱斯摩尔是荷兰公司 他根本不相信你要美国 那问题重点是说 目前联电台积电他都卡在下降轨道线 那来到下降轨道线要怎么突破 除非外资连续买超 否则来到下降轨道线不要乱买 因为毕竟现在人手一张台积电 人手一张联电 其实半导体的夜水筹码 它是有点混乱 尤其如果没有水的话也是很麻烦 那同样的航运类鼓的部分现在变成罗生门 我们看到大牌长龙一套船长在那边 大牌长龙 那么可是它是一把刀两刃面 你知道吗 大牌长龙的夜水下场 就是导致于现在所有的船都不能动 所有的汇货货柜都不能动 我之前已经缺跪缺到爆炸了 缺到爆炸了 现在更爆炸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还有戏可以唱 可是他们的戏能不能延伸很简单 月线关键价在阳明的部分31.15 好 老师好 那我先去买阳明 可是问题拉显你要跑 现在它这个区间 你去想想看 它在礼拜一涨停板 然后隔天送你一根跌停板 所以代表它是走一个所谓区间的 夜水上下的夜水震荡 你先把它视为区间操作 那比较长线的夜水部分 我反而认为 在整个原物料报价 你要特别留意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你只要看中油 中油已经连续涨两个月 每个礼拜都有涨价 每个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还是要再继续涨价 那涨价的夜水情况之下 它对整个塑化 对整个家公司它是报价 我举例 CPL它在月初的时候 它的报价是1830 结果四隔一个月之后 已经来到1930了 涨了100块钱 你不要小看100块涨很多 所以说不管包括塑化股的 夜水华夏 甚至145的夜水急盛 甚至1409的夜水新签 我讲坦白了 这张图卡应该白给的 没有人要做传产 大家都比较早 可是问题你的投资组合 你本来叫diversify 你本来叫diversify 所以说我认为 不管包括塑化 包括所谓的夜水纺织 在整个CPL 还有塑化的夜水报价 扬升 更重要 没有知道 现在缺水 大家全部在抢水桶 有看到新闻 抢水桶的夜水情况之下 塑化还有145的急盛 因为急盛 它也有做塑胶粒的 它会有它一定的夜水帮助 都可以特别留意 所以目前的夜水操作 在电子股的夜水部分稍微 换慢一下 尤其如果台积电真的要供 所有电子股又全部瘦身了 又没有水了 又没有子弹了 所以说操作难度 它不断的提升 操作还是要非常小心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FE 跟TEL管 财经节目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